啊好那既然刚才呢我们跟哥哥聊到了这个节目录制啊 我相信有很多粉丝宝宝们他们都很喜欢哥哥在 七星斩棘这个节目里面的舞台表现 所以我们也很好奇啊 这个除了这个舞台上之外啊或者是我们这个私生活 呃私下跟哥哥们的生活啊 哈哈哈哈我是这个意思啊 哈哈哈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没事没事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私下跟哥哥们的一些或者你自己的开心的工作 哥哥们的私生活不太好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哥哥们私底下相处的方式其实真的非常的开心 啊然后大家除了平时就是在忙比如说公演啊 大家在训练的时候真的其实大家都很拼 然后很累但是真的玩得很开心 然后我的部分呢我收获到很多的新外号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很想帽曲外号比如说像鬼脚梁啦 鬼笑pasta啦然后反正一堆 喝曲 我我几乎每一集都会有一个新的称号这样 但是是是是是好玩的这个过程 然后但是大家也真的很认真 大家都会去想说哦这个歌要怎么呈现 Xpiles怎么呈现所以是一种你知道亦敌亦友 然后大家在彼此身上各自学习各自成长 竞争但是又又又又又又又是 开始会觉得舍不得啊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展哥的这个节目上面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哥哥 嗯哎其实最近公演的像比如说 Joker啊嗯还有这个啊噢噢噩狼传说啊 真的是有颠覆我之前对于哥哥的认知啊 因为我我我说实话哥哥是我脑海里面 不能说躺了吧存在了十几年的白月光 哎呀白月光有点肉麻呀 不是白月光是那个DT 哈哈哈 哈哈哈哈好这其实就是我对您的印象其实是很早很早 嗯谢谢谢谢 对对就是在我眼里面就是您是那种温柔 然后阳光帅气那种很暖很暖的男生 还是啦还是其实只是因为这次拼音讲机的这个舞台嘛 我觉得一开始自己下定决心要来参加这个节目就 希望可以开拓自己在舞台上面的比较不同面向的东西 那 hobbies像Joker的比较阴暗的一面啊 或是像饿狼比较外放然后比较性感一点 性感真的很性感哦 哈哈哈 啊年轻体年轻室 没有我觉得可能小时候比较比较放不开妈 就觉得啊不行我要有一个生 但我觉得现在长大了就无所谓嘛 反正自己的个性人是怎么样 其实跟台上偶尔的表演有一些落差有一些反差 其实还挺好的所以 OK 只要大家觉得好看了就好 大家看了开心 我们看的可过瘾可爽 性感 真的 尤其是那个Joker的舞台 我要说我自己的感受 就我自己觉得 这为什么这个Joker笑起来这么阳光呢 没有吧 最后呈现还可以吧 是可以 在训练过程是有点 可能我印象里面您在我心中光芒万丈吧 我真的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 太阳光 太暖了 好啦 谢谢 这可能 所以我觉得不公平 就是不管我再怎么样 大家都觉得何群 阳光 阳光的豆娘哥哥 没有了 还是有挑战 我觉得没有不好 其实真的还是大部分的我的个性 但是有时候在比较不同的舞台 就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不同面向 因为我觉得是可以有不同面向的 是挺有趣的 但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这个阳光的 还是甜的 还是酷的 还是辣的 哥哥我们都爱 对不对 家人朋友们 谢谢大家 支持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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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包括还有那个 我们这其实除Joker啊 还有一些我觉得也挺有趣的 我们这个 鬼脚梁我就不Q了啊 哈哈哈 还有我们那个张森的歌 那个踢踏舞的那个哥哥 我觉得也挺有趣的 还有我们这个恶狼传说 酷酷辣辣的帅哥啊 所以我也很期待 包括观众朋友们他们也很期待 就是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在舞台上面看到怎样的您 其实现在想一想 梅宫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呈现方式 嗯嗯嗯 那对 张森那个 从飘一开始嘛 张森那个Joker啦 呃 下来啊 其实还是有不一样的突破的 然后所以大家一定要继续关注节目 因为 我觉得 就像我刚刚讲一点舍不得 就觉得啊 还有好多很想玩的事情 还有很多很想做的都还没有 没有失线 对 但是一定会有机会的 要不是在这个节目之后 我觉得现在已经开启了自己 非常勇于尝试新鲜事物的一个精神 所以大家一定还是会看到我的突破 所以 继续期待 所以家人朋友们 我们一定要去皮银展机的哥哥里面 为我们豆粮哥哥多多支持 多多打扣好不好 好 ok啊 那其实啊 我们大家也知道 我们在舞台上面可以看到这么有突破的哥哥 但他们的这个节目中哦 我们这个台上十分钟 台下一年功嘛 对啊 台下肯定会比较辛苦啊 训练的 哎 那 您是怎么样保证自己的经历 还有其他队友 他们是怎么样保证 对 因为这个过程真的挺累的 所以其实睡觉这件事情反而是挺简单的 因为这个太累了 回到宿舍就是一躺下就睡 下脑头就睡